藉由舞台聚 希望能夠把 就是路沙這樣的一個議題 其實就跟車禍有關這樣的議題 然後能夠宣導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交通安全跟生態保護之間的一些狀態 這樣子 這個表演其實是今年才開始 但在這個開始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跟他們談了開兩年了 那時候也是在一個一年的情況下 就認識了團長 然後跟他閒聊的過程當中 發現團長對於這樣的議題也還蠻關懷的 然後所以我們就把我的構想告訴他 所以我們就想說那就來試試看吧 花了一段時間之後 終於在今年就得到了公路種族這邊的支持 那路沙其實他是從英文的Rocket 直接把它翻譯過來 那簡單講叫做動物的車禍事件 就是不含人的車禍事件 我們都把它叫路沙 那其實我們路沙不單純只是記錄車禍事件 我們其實是包含了所有路上死亡的動物都記錄 那這些路上死亡的動物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路死 那這幾年我們會極力去推路沙 那是因為我們發現其實台灣的生物非常的豐富 可是台灣的汽車跟大陸密度非常非常的高 都是全世界前幾名 那我們根據之前的就有的 僅有的三到四篇的研究報告去推估的話 全台灣的每年的路沙死亡的數量 可能是高達四百萬隻 不過我們最近的我們正在做所謂的系統化調查 那第一次的資料回來的時候 我們試著先很粗略的估算一下 有一點讓我們嚇到了那個數字 那個數字可能不只四百萬 那只是好幾倍 是千萬以上 那是不是這麼高 我們現在正在做第二次的測試 也希望讓它更清楚一點 但是我們可以相信它的確不會是太低的 任何目 透明 多多多很多 綁齁 感谢观看